今天我们做芝麻糊 现在我正在炒面粉 起先炒面粉的时候 火可以开大一点 差不多过了五分钟以后 它会大口大口冒出热气 面粉也会一点一点变黄 再后来你就会闻到面香 这个时候面粉就应该炒熟了 面粉就应该炒熟了 我们放置一边待用 今天我就用这个两杯 一杯面粉 一杯芝麻 半杯砂糖做多人份的 那我们自己家里消费 我们可以不计成本 不稀成本 芝麻可以放满一点 那面粉呢就用一般的面粉 大米粉 粘米粉都可以 吃不出太大的差别 主要的就是 面粉一定要炒过 炒到它香 芝麻 我是买的熟芝麻 糖也放入一起打 那如果家里有人不喜欢吃糖 或者不合适吃糖 我们就不要放 等一会儿葱的时候 可以自己调节 打到它非常细腻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大口瓶 把芝麻先倒入 倒面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它可能会一下子扑出来 我是先给它倒在纸上 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然后用勺子给它拌匀 看到面粉小颗粒都给它压压散 拌好后就是这样昏灰的 想吃的时候适量取出 开水冲泡 如果你喜欢牛奶的话 用牛奶泡更香 厚薄随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嫌不够甜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再加一些糖 今天这个芝麻糊视频 到这里就完成了 那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糊呢 第一好吃 炒过的面粉 加上熟的芝麻 喷喷香的 第二呢 好保存 一劳永逸 你做一下 可以吃一阵 你可以做今天的两倍 三倍 或者更多 那做多了呢 或者天气暖了 你就要放冰箱保存 那吃的时候呢 你拿出来以后 不要急后拉后 马上就去冲泡 你让它等一会儿 散掉一下冷气 那这样冲出来的呢 就够好 够热乎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